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你有去过西子湾吗 年轻时去过 妈咪上次带我去那里玩 那里还可以骑脚踏车 踹踹风 好舒服哦 而且好多观光客也都来哦 到处都是很大海的车车哦 现在规划得这么好了呀 师傅好久没有去了 现在变得很漂亮耶 还有看到漂亮的新娘在那里拍照耶 这样啊 听起来还不错哦 下次师傅再去看看 那我要跟师傅一起去 啊 嗯 怎么了 我今天跟小丽他们约好了 要一起玩游戏的 差点忘了 趁现在还早 快去吧 不要太晚回来哦 好 谢谢师傅 师傅再见 嗯 师傅 阿弥陀佛 哦 小莲 你来了 阿弥陀佛 今天没跟朋友出去玩呐 对啊 今天都在家里陪妈妈打扫房子啊 诶 悟光呢 又跑出去玩了 是啊 他去找他的好朋友们了 不过 差不多该回来了才对 时候不早了 嗯 师傅 我回来了 小莲姐姐你也来了 嗯 你怎么了 看起来心情不太好耶 哼 我没事 哎 有事情藏在肚子里的话 肚子会越来越大哦 然后啊 就会爆炸 哼哼 爆炸 真的吗 我才不要爆炸 那我跟你们说 哼哼 说吧 我跟师傅洗耳恭听哦 嗯 刚刚我们在玩结婚的游戏啊 真的好生气哦 什么 结婚的游戏 对啊 原本说好了 我是新郎 小莲是新娘 那个讨厌的臭阿虎 说要跟我换 要抢着我的新娘啊 气死我的 臭阿虎 呵呵呵 那最后婚有结成吗 没有 臭阿虎一直把我跟小莲 拉过来拉过去 小莲好生气哦 阿虎也好生气 我也好生气 我就回来呀 哼 嗨哟 你怎么就不好好跟阿虎说啊 你们可以轮流当新郎啊 真是欢喜冤家耶 爱一起玩游戏 又爱吵架 嗯 为什么要啊 一开始就说好了耶 是他有破坏规则的 嗯 你们这样好像原住民的一个结婚习俗 抢婚哦 什么是抢婚啊 这种婚俗是在较古老的时代通行 也就是在部落秩序尚未健全之时 这种婚姻方式 不管女方家长是否同意 男子都会上门把女子抢回家 带回家之后 女子就属于男方家的了 然后再到女方家谈论迎娶细节 择日下聘 正式迎娶 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好过分啊 小林姐姐 以后有人要来抢你 我保护你 谢谢你啦 不过会有这样的习俗 主要是因为家中有女初长成啊 有人提亲时 为了要表示对爱女的爱护与不舍 都会拒绝上门提亲的人 在此观念的前提下 才会有抢婚这个习俗啦 家中有女初长成 意思是 我家有个女孩刚成长为成年人 十八岁啊 即为成年人 哦 原来如此哦 可是这个婚要怎么抢啊 小林姐姐你跟我说 下次我要抢婚阿虎 哎 你们只是玩玩半家家酒 不用这么认真吧 不管呀 你跟我说 拜托拜托 呃 抢婚的情形 大约分成两种啊 一种是 利用女方家长 或是大人不在家时 强行将女子带回家 二是 不管女方家属是否在家 硬是要将女子强拉回家 女方亲友会尽全力保护女子 而男方必须要带着力气大的壮钉 以准备跟女方亲属摔角搏斗 达到抢亲的目的 抢婚虽然搏斗时惊心动魄 但双方都不可以动刀枪 急蓄意伤人 虽然有时候 还是难免会擦枪走火 有些危险 大人不在的时候 嗯 嘿嘿 我知道了 我以后啊 就算阿虎不在的时候 跟小丽玩结婚就好啊 哈哈 我真是聪明耶 嘿嘿嘿 呵呵 你还真的在动你的歪脑筋啊 下次先问小丽啦 为什么一定要问她 小丽应该是想说 抢婚至终 女生的意愿也是很重要的 若女儿已经愿意嫁人 会故意很轻易地被男方抢走 假装躲来躲去 跑到男方那儿去被守到擒来 若还不愿意嫁人 她会努力地在自己亲友的护卫躲藏自己 而不被男方俘虏 当然 也有人会放弃去另外寻觅其他家的姑娘 哦 好啊 知道了 如果小丽想当我的新娘 阿虎就抢不赢我了 是这样吗 对啊 但如果小丽想要当阿虎的新娘 你也不可以生气哦 哎 突然觉得在那样的习俗下 一定很能感受到家庭的感觉耶 哦 怎么说呢 哦 大家会同心协力地去完成一件事情啊 像是女方要保护女儿不被抢走 男方呢 要帮助儿子去争取他想要的都是啊 抢婚可能是一件看起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事情 但我倒是觉得散发出了一种浓浓的对家人的爱呢 也因为这样的爱都一直存在 这些习俗才能一直被保存下来 只是形式稍微不同而已 所谓家庭啊 是一个人一生成长的重要场所 从出生到婚嫁令组家庭 家是生命的延续 是个人身心调和 价值观念养成的基础 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 也是国家设计安定的主要力量 嗯 突然想到师父有说过 印度婆罗门一生的修行 以居家旗最长 强调家庭责任 家庭祭礼从出生到老死 佛教也是非常重视家庭关系的 不错哦 师父说的你都有记下来 而现代人间佛教所提倡的 也正是以佛陀的人本精神 从自己家庭的人际关系 经济生活 家居生活等做起 健全家庭建设人间净土 哦 人际关系是什么啊 哦 这还需要问啊 就是家人啊 是啊 包括亲子 婆媳 周礼 夫妻 兄弟姐妹等 都是人际关系啊 佛陀佛说道 世间的父子 兄弟 夫妇 家世 亲属等 应恭敬慈爱 和颜悦色 彼此沟通往来 不相赠计 或生气对立 为人夫 为人妻者 应当相互敬爱 真心坦诚 体贴赞美 赠送礼物等 父母教育子女时 应培养其感恩 接受 忍耐 礼貌 和群 勤劳等美德 以同示设 尊重子女的人格发展 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信仰 及价值观 啊 这些好难做到哦 有时候 我都懒得跟我妈妈解释那么多 吵架的时候 妈妈都会开玩笑 说我是今生来向她讨债的 哼哼 小银姐姐 你这样不行哦 师父跟我说过 要改念父母亲的 生安厚德 除了让父母 除了让父母一时不缺 还要随时 秉白行为 去处 不令父母担心 雾光也进步了呢 但你自己也要说到做到才对啊 老师不见踪影 师父跟大师兄都要找你找得好久呢 哈哈 对啊 还可以教训我了哎 脑袋瓜里不会都只有巧克力蛋糕了呢 我聪明的脑袋瓜里面 可是撞了许多师父讲过的话 才没有都是巧克力蛋糕呢 不过 想到巧克力蛋糕 肚子就饿了 师父我们去吃饭啊 好啊 走吧 小脸 你今天要一起吃饭吗 哦 我跟妈妈说好了 要在家里吃的哦 那我就先回去了 师父再见 五瓜 拜拜哦 哦 呵呵呵 师父 您修行这么多年啊 你有没有遇过一种小朋友 很令人头疼 伤脑筋的啊 有啊 我曾遇过一个小男孩 非常让我头痛 可是他长得很可爱 也很聪明 他聪明到 我讲的话 他可以倒着念回来 啊 这么厉害哦 对 可是啊 他很麻烦 因为他呀 一天到晚跟你唱反调 你跟他说东 他就偏偏往西 你跟他说南 他就偏偏要往北 哦 这么令人头疼的小朋友 那师父 您遇到这样的小朋友 您都怎么办啊 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只能为他祈祷 可是后来你知道吗 菩萨透过我讲的一个故事 让他有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呢 哇 这么神奇的故事 那我要听我要听 哈哈 师父 小脸姐姐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笑的事哦 哈哈 今天在学校啊 我们吃蛋糕 结果林阿虎吃完了 他就来开始抢我的蛋糕 因为他抢得太用力了 蛋糕就飞出去 哈 飞到哪里去了 飞到他的脸上去啊 哈哈 砸到他的脸上 那不就变成圣诞老公公了吗 嘿嘿 哎 不过 为什么林阿虎 要跟你抢蛋糕啊 哦 他每次都这样嘛 好 林阿虎 这次终于得到了教训 来来来 刚好 早上有信众拿千须派来 供养师父 我们一起去吃 千须派 哦 千须派 是吃了会让人变千须的派吗 不只变千须 还会让所有人身上的坏毛病 通通变不见呢 哦 那乌瓜 一定要多吃一点哦 小人姐姐 你以为我听不懂吗 你在说我的坏话啊 哈哈 不只是物光要吃很多 我们全部的人都要吃 嗯 那我们走吧 去吃千须派 嗯 哦 师父 那个千须派 真的好好吃啊 你看 我的肚子要圆圆的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哦 物光最贪吃了啦 只要说到吃 二话不说冲第一 也吃最多 对了 师父 我们吃了这么多的千须派 那 这样所有的坏毛病 都可以改掉了吗 那师父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什么坏毛病 是爸爸妈妈 或是同学朋友 很受不了的呢 嗯 我常常把东西弄不见 像每次要写作业的时候 都找不到我的橡皮擦 会忘记把东西带回来 哦 难怪 你一天到晚说要买橡皮擦 我想起来了 上次你的作业忘记带回来 我还请勿名带你回幼稚园拿呢 你哟 那小莲呢 我 嘿嘿 呃 很容易出心大意 也很爱赖床啦 哎哟 那考试的时候就不太好了 小莲是不是常常算错数学 或是写错东西啊 嗯 嗯 你们两个加起来的坏毛病 还没有一个人多 师父 是谁啊 是谁 快点告诉我们 嗯 嗯 对啊 到底是谁啊 从前从前 有一个小男孩 他叫李奥 他非常的自私 从来不跟别人分享东西 也很霸道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啊 他从来不会感激别人 他的爸爸跟妈妈 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一点也不感激 哦 李奥很坏呢 他的爸爸和妈妈 又不是应该要帮他的忙 没有人知道李奥为什么不乖 只有奶奶知道 奶奶说 因为李奥被宠坏了 他的爸爸妈妈 为他做了很多的事 李奥从来没有跟他们说声谢谢 相反的 他得到的越多 想要的就更多 久而久之 他的身上 就有一大堆的坏毛病 他呀 很自大 自私 贪心 懒惰 淘气 霸道 不友善 爱胡闹 没有礼貌 爱说大话 粗心大意 不为别人着想 自以为了不起 还常常提出过分的要求 天哪 他的坏毛病好多 乌光 你跟李奥有得比了 他的坏毛病啊 有一半你都有呢 我哪有耶 小莲姐姐 你都乱乱讲 水流风 你看小莲姐姐 乌光 小莲是跟你开玩笑的 我们都知道你很善良 又体贴别人 有一天呢 李奥回到家之后 发现妈妈正在做草莓蛋糕 那是弟弟的生日蛋糕 李奥看到 有好多好多的草莓 他就跟妈妈说 我要吃草莓 妈妈说 不行 那是要做蛋糕的 结果 拉来拉去的时候 草莓撒了一地 李奥闯祸了 就赶快逃 哦 很浪费耶 臭梨 这样就不能做草莓蛋糕了耶 李奥就赶快逃到森林里的奶奶家 奶奶那时候 正在做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派 李奥看见了就问 奶奶 你在做什么派呀 奶奶回答 我在做谦虚派 李奥很高兴地说 好棒哦 那我要吃 奶奶则说 你要吃很多很多才行 奶奶一边做 嘴巴就一边念 奶油 盐巴 面粉和成团 姜果 梅子 樱桃堆成衫 妈妈请你静一静 多忍耐 就让男孩大口吃 谦虚派 李奥看到奶奶 倒了很多很多的水果在里面 就想捞来吃 结果一不小心 整个人跌进去派里面了 哼 他活该了 谁叫他偷其东西 这个时候 奶奶就把派皮赶快封起来 把旁边全部折起来 这个时候 李奥就被困在派里面了 那这样李奥就会被烤成派了呢 好可怕哦 奶奶应该没有那么狠心了 烤人肉派 哎呦 很好心呢 这时候 李奥在那边大喊 奶奶救命啊 救命 快救我出去啊 奶奶就说 只有你才可以救你出去 你就好好地享受这个派吧 说完之后 奶奶就走了 奶奶边走 边念念有词 奶油盐巴 面粉祸成团 梅子 栗子 桃子堆成衫 小孩大哭大叫又使坏 直到他尝过了谦虚派 李奥在里面生气得不得了 暴跳如雷 冲来冲去 撞来撞去 结果 那个派 就突然立起来了 面团滚到了草地上 他的同学 正在那里玩山丘国王的游戏 李奥大叫 要同学们救他出来 阿飞说 他从来不排队 也不跟别人分享他的东西 毛毛说 他爱炫耀 爱吹牛 又很霸道 爱玲说 他总是讲个不停 还经常闯祸 小包什么也没说 只有推了一下派 其他人也一起推 让派继续滚 滚得很快 李奥也跟着在派里面 摇摇晃晃 撞来撞去 嗯 一定是他平常太坏了 同学才会不理他 经过李奥的家门口 李奥觉得 大家一定正在为他担心 想着他 没想到 大家正在欢乐地唱歌 跳舞 吃吃喝喝 一起帮弟弟庆生 根本没有人想到他 爸爸听见外面有声音 叫小狗跟小猫出来追李奥 小狗跟小猫 认出他的声音 想到他平常对自己很坏 就把派滚到更远 更偏僻的地方 派越滚越远 来到一个陌生的小村庄 田里因为发生过大火 光秃秃又黑漆漆的 大人小孩都挨饿多日 陷入愁云惨物中 一个小女孩忽然看到派皮 很兴奋地大叫 全村的人都过来围观 就开心地扛起超大派皮 拿去给面包师傅 准备将派烤来吃 填饱大家的肚子 哇 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个李奥还在里面 这样他会死翘翘耶 李奥一直大叫求救 但是村民的欢呼声 实在太过响亮 没有人听得到他的声音 就在村民们 要将派放进烤炉时 有个人不小心跌倒了 李奥向前滚动了一下 刚好把派皮解破一个洞 李奥就从洞里面掉出来 于是就趁机逃走了 哇 还好 它烤出来了 不然就要被烤成面包吃掉了 李奥回到家 已经是傍晚了 他轻轻拍了他小猫的头 又吹口哨叫来小狗 骚了骚他的耳朵 看到妈妈从骨仓提了一桶喂鸡的穀物走出来 他接过桶子去喂鸡 又自动去劈柴和解牛奶 让大家都看呆了 也吓傻了 李奥 李奥变乖了呢 肯定是得到教训了 奶奶正准备从李奥家离开 只有她清楚李奥发生了什么事 她在派李放的馅料有神奇的功效 让从前倔强又不乖的李奥 现在变得自动又可爱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会像李奥一样 有时候虽然要经过碰撞 跌倒 甚至受伤 才会知道还看到那个任意妄为 甚至是不懂感恩的自己 有时候要吃一点苦头 学一点教训 才会从里面得到宝贵的启示 世上无完美的人跟事 如果不学会用心去包容 执拗于分清是非对错 只能是自寻烦恼 就像太阳表面有黑子 但是它发光发热 避欲上千有瑕疵 可它却价值连城 而大度弥勒能容天下事 所以它效对世人 用心包容一切可包容的 这会使生活变得幸福美好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扑地 扫地 扫心底 扫地 扫心底 手拿走走快快扫 无来一阵一阵风又起 扫地 扫地 扫心底 心底不扫空扫地 心底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草草山 扫地 扫地 扫心底 心底不扫空扫地 心底犹如一木天 烦恼犹如草草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